今天是9月1月1日世界理由 剛才最近台灣也在討論開放變境的事情 上次今天要把時間告訴記者您經驗請說 沒錯最近這幾天討論都儘管的一項就是出國越有了 很多觀眾朋友也因為約整個兩天的時間都沒辦法出國 算是嗎 算是嗎 到十月十三開始 但是台灣有可能就要來邊境開放 觀眾朋友你怎麼訂好幾票 今天9月1日是列達國中的世界流有力 正式學在今天 趕緊準備要處理這條 當一定這個世界流有力的目的 是要讓民眾知道各國的社會 各國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價值的影響 因為懷疑在說一句俗意 10萬港珠不如怕萬里路 流有對我們幫助我們去看外面的世界 聯合國就在1900年開始慶祝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題來慶祝 但今年因為全國疫情漸漸很好 流有業博所他們去重視 今年慶祝的主題就是中心思考流有業 不管是在教育和住業協定是對地球的影響 在疫情之下我們要漸漸為我們的觀光流有 其實流有在全世界來說是很重要的經濟行業這一 像泰國我們都知道很多景點每一檔都在他們很多觀光客 觀光收集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甚至經濟聯合國的統計 全球每10人都有一個人是吃流油的行業要討論 但今年流油的經濟是怎樣呢 經濟聯合國的統計 今年一月到五月有2.5人出遊 跟日空一九年比起來已經恢復一半 除了疫情另外看到是 歐克蘭和國蘇的戰爭 經濟統計因為兩國衝突 追求損失140億美金 但再來看到是 歐洲和美洲 在剛才的歐洲恢復差不多是 6.5到8成 但美洲是6.3到4.6 現在後面很多國家都不用掛出 生活漸漸恢復正常 因為他們不會貪截 民生經濟又繼續讓影響去 所以各國的經濟和觀光路由的開放 都有不同的規定 來看到是 日本10月11日開始 是開放自由行 免遷政 定義說是邊境開放 當然民眾不可以去日本出途了 不然就要注意喔 日本也有規定 如果是沒有住世界有新做認證的鏡苗 就要有PCR的證明 另外看到的是 韓國現在也開放觀光 而且對9月26日開始 失業不用掛出眼 失業這麼需要掛 泰國也要來開放觀光喔 不用掛公港府主義方社 只要提供PCR證明 協助抗丸快胎 協助日經太減 三行經一行 就能來日經了 而且對30開始 改度全國檢疫狀態 再來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對26開始 邦靈入境的減逆政策 是不是0-3的政策 但台灣的暗算在10月13日開放邊境 0-7的政策 現在觀光市場都很期待 雖然說我們已經比美國家更慢了 不過現實是 中國永遠在進行清零的政策 嚴格觀光日經的極力措施 這是因為中國在6月16日要來進行 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台會 所以疫情也要控制好 說到這裡 民眾跟國庭 要去對這條路 可以開始準備了喔 以上是今天的大事 我們把時間交到後主播 看見了吧 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